我之前沒有參加過這樣的婚禮 對 覺得還蠻好玩的 尤其是看到那個胡迪 就是放很開 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這次辦得很好 好像比較有別出心裁的感覺 蠻不錯的 那我今天參加這個婚禮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因為我本身有看過玩具總動員 然後裡面的像蛋頭先生 然後還有剛剛講的Infinity and Beyond 對不對 然後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 而且一開始的進場讓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就是整個卡通式的呈現 還有舞台布置 甚至一開始的有點像皮影系的效果 我都覺得很特別 很新鮮 我喜歡今天這個 那年輕人有活力 會帶動大概整個場合這樣子 菜色我挺喜歡的 因為它很清淡那樣子的 不會太油膩 對今天的菜色滿滿意的 今天的菜色很好吃 非常好 對 非常棒 我覺得它的設計是很特別的 對 今天算是我參加過最特別的一次婚禮了吧 對 對 就是很謝謝你們就是很認真的幫我去構思 整個主題婚禮 因為剛開始我只有跟那個婉柔講說 我想要一個玩具總動員的東西 然後可能大概的進場出場的方式而已 那我覺得很感謝他就是幫我想的這麼完整這樣子 謝謝 對啊 謝謝你們 就是幫我們準備這麼那個完美的婚禮 然後每個細節都很注意到 對啊 非常謝謝你們 應該是糯米豆豪飯吧 那個真的很漂亮 那個真的很可愛 對啊 然後我想今天賓客應該都很喜歡 真的 對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剛開始的時候是因為我很簡單的 因為我新郎他的綽號叫做蛋頭先生 所以我們就想到 我最喜歡的一個卡通是那個玩具總動員 電影中的小男孩安迪他們會在那個玩具的腳上 寫上自己的名字 這也是特別有情感的一個畫面 就把它放入交手儀式當中 而大家也一想到玩具總動員 就想到主角Woody跟Jacy 主持人的角色設定就自然而然的產生了 另外因為現場賓客分布各個年齡層 那要怎麼樣讓沒有看過玩具總動員的男女老少 都可以融入其中 我們就想到 玩具其實是每個人同年的共同記憶 它代表的是快樂 是分享 可能是爸爸媽媽送給自己的禮物 而剛好婚宴離聖誕節很近 所以我們就以聖誕節拆禮物作為婚宴的開始 又聯想到讓新人可以真的把自己當成是玩具 所以就設計出在婚禮最後 新人走入玩具包裝盒 回歸玩具世界 在送客的時候其實這個玩具盒也跟賓客產生連結跟互動 然後他們可以走進玩具盒裡面拍照把自己當作是玩具 而這場婚禮也是新人他們最重視的一生一次的婚禮 我很高興也很榮幸可以和他們一起實現兩個人的夢想 最初的遊樂 客服的话就是以现场服务为一 那跟宾客来讲的话是最直接的接触的角色 那我们当天跟婚姻讨论到 我们就是全部的服务生人都穿着绿士兵的衣服 还在开场的时候准备一场开场秀 那就是给金儿跟宾客有一种全新的感受 那在我们服务端的话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其实每一场主题婚宴的话 婚姻都会先给我们做一些彩排 还有跟我们告诉我们一些主题 那我们听到主题了以后 会跟婚姻做一些创意的发响 还有一些包括灯光音响上面的配合 那像这一次的主题婚店是玩具种重点 在客服务扮演绿士兵的时候 他们主要是要在寻找新郎 那在寻找新郎这个气氛中 我们有协助一个灯光秀的演出 那它里面有蛮多桥段 都有使用到我们中控协助的部分 那就是包括它上舞台出场的剪影灯 我们都增加了一些灯光秀的变化 那可以让整场宾客更融入这个主题故事里面 在这次的主题婚宴 我们会跟婚姻讨论去 依靠段斗先生的创意料 让它成为主题婚宴的菜类 为了让婚礼视觉布置呢 主题流程发展呢能够相思相成 所以我们需要各部门的配合 再来呢就是实验桌上会有的菜单桌牌号码 主题地制区的摆设 以及结婚大标的装饰等等 都是经验团队呢 与新人共同集思广义完成的 所以省的经验 就让我们起完婚吧 And I'll probably be happy So if you know me 感谢观看